他只要一提真召 韩国瑜点头郭台银 你只有这么短的时间 给你考虑 你要不要出来 清明节才去拜访 清明节假期 马上了 对啦 剩两三天 郭台银想的时间很短了 好 韩国瑜出不出四个条件 第一个 他本身的意愿 他到现在讲最多的是什么 2020不在我考量之类 目前不在我考量之类 好 最近新的讲法 人所能负 我必能负 人若不能负 我将一肩叹起 什么人不能负 这有大胃 好 他自己从来没讲死过 第二个 郭台银出来 我刚讲了 我认为他不会出来 第三个 高雄市民的观感 你认为郭台银不会出来 郭台银出来 他就不会出来了 第三个 高雄市民的观感 这观感是要去培养气氛的 这我等到讲 第四个很小一个因素 就是王金平的坚持 对韩国瑜还是有影响的 最后如果 郭台银不出来了 韩国瑜决定出来 用什么方式出来 这更重要 第一个 直接征召 这最简单的 也许清明假期 吴敦云区找韩国瑜 就直接征召了 但这个方式最简单的 朱立伦也支持的 这个方法 缺点是 高雄市民观感会差一点 你的时间拖得不够长 第二个就是带领表初选 就你不要表态 别人代理领表参加初选 这也是一个蛮好的方式 这个方式有好处 就朱立伦跟王金平就没什么话说 所以还是要佩服国民党 一直是在初选上面展现创意给我们看 对不对 从上一次的换柱 这次的有带领表 我觉得 带领表初选 那没话讲 我初选击败了王金平朱立伦 那你这个就没话讲 就把党内的风暴给弄掉了 最后一个就是初选之后再征召 就换柱 但是这个是最坏的一种方式 反弹最大的一种方式 但是对韩国瑜最好的方式 因为我割舍不下高雄市民对我的恩情 我一直不愿出来 一直不愿出来 一直拖拖拖 拖到局势万般艰难 非出不可黄袍加深的时候 我最后才出来 对高雄市民的恩情有帮助了 所以到底韩国瑜出不出来 用什么方式出来 却是全国都在这边等的一个答案 好 所以我们来问一下 最近自从他出访回来之后 各方的反应都很强烈 那么有人讲说这个叫做围剿 彦博看这个角度看吗 从整个来看的话 韩国瑜开始取下高雄市长了以后 整个民进党的氛围 从上到下 从上到蔡英文 从下到像陈志忠这样子 继承的民意代表 继承的这些人来讲的话 都整个态势来讲 是围剿的韩国瑜 在这段时间之内 因为确定蔡英文要竞选连任 蔡英文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 就是说完全没有失望 就是说他还觉得他自己可以当选 现在的这些阁员里面 现在这些阁员里面 最重要一件事情要什么 要表态 表态对自己的组织的中心 所以你看陈明通 你看我们农文会的主委 每一个都跳出来要干嘛 先杀一顿韩国瑜 陈明通有道歉了 对不对 杀得到 杀不到 其实他在讲那一段话的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到 旁边的主持人简余燕 就立刻打断他说 你这样讲话很重 其实有点提醒他 这个话好像往这个方向走的话 会很麻烦 其实我觉得那个话一出来之后 很多人就已经知道麻烦了 杀得到杀不到都没有关系 但做这个下面的人 一定要像组织表态 所以整个来看的话 包括像这个韩国瑜 像这个陈明通还有农委会这些人 我跟你讲后续陆陆续续 一定有更多 还包括很多的一些 基层的民意代表 会跳出来干什么 明明知道这个蔡英文 不一定会选得上 但是你这个时候不做表态 万一将来又是蔡英文执政的话 自己的位置可能不保 还有另外一种 就是因为你只有 跟韩国瑜连上线 你才有新闻版面 对不对 所以这也是一个 不可小看的一个逻辑 我刚才没人家讲到一个重点 陈志宗的新闻 我好久好久没看到 就那天说他要去告韩国瑜 所有的这些媒体 全部都是他的新闻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如果再跳出来 立云只要跳出来 在骂韩国瑜 甚至于未来如果连郭台铭 如果只要跳出来 骂郭台铭 所有的新闻又放在他身上 所以未来的整个新闻界来看的话 光是这个骂来骂去的新闻 绝对都骂不完也吵不完 不这就是说 其实语言文字可以表达来意思 但是可以不要那么粗鲁 还有不要一句话 你也可以好好的说 不要让人家很伤心 会伤到一部分的人 但是我想问一下坚哥 陈明通这个说法 是不是应该有待修饰 会比较好一点 没有错 美人 你讲得很对 我认同他要捍卫 我们台湾主权这个理念 但是我反对 我也谴责他那个讲法 那种不当的文字用语 而且不当的比喻 这是很糟糕的 但是他今天第一时间 他也认错了 所以同样我希望错了就是错了 像韩国瑜第一时间 他把那个一万罐的 那个茶叶卖不出去 他说这个有农药残留 我觉得错了就错了 韩国瑜即便你是神 神也会说错话做错事的时候 你就应该跟陈明通一样 第一时间跟社会大众道歉 那小米这样子的裂痕 对 我觉得这种话我们不管你是哪一个党派 我们都希望说大家不要用这么粗烈的语言的文字 来羞辱另外一方面的人 你知道在这些语言的背后 他就算用比较漂亮的语言 他终究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思维 就是争取生存这件事情 是一件次等的事情 你就算不用禽兽来比喻 他都会觉得说这个是次等的事情 这之前顾宽敏就已经说过了 顾宽敏说过说 高雄人就只为了要赚大钱 然后就投票给韩国瑜 实在让人看不起之类的话 那么其实那都是 和不食肉迷的一个基本的思维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每个人都有他 这个处身立世的一个价值 这是你信仰的一个价值 他们讲如果做人 没有一个自己信仰的一个价值 这个做人也做得不脚踏 实地也做得是没有底气 可是不能说你信奉的价值 要让别人跟你认同这个价值的时候 你是用说服的方式 还是用羞辱的方式 我们不是要讲要尊重 对不对 因为台湾人你说真的是 你贪贼 怕死 见做官吗 如果是这样子 会有蒋味水这样子的人出现 在日据时代 我只要信日本人的黄鸣花 我只要接受我就有官做 我就有好处 也有人称注不要做这个事情 对不对 那你说在国共内战的时候 在1949年撤退的时候 也是有那么多人要跟蒋介石走 他如果留在那边 他搞不好也有官可以做 或者是说他也可以做一个选择 每个人在他的人生价值里面 都有一個選擇 這個選擇我們必須以尊重 在台灣不要用這麼粗烈的語言 去做這種挑撥 這才是我們應該要一直呼籲的 一個事情 我簡單的補充一下 你看中國的歷史 甚至世界歷史的所有的革命 兩個大原因 第一個是暴政 另外一個就是老百姓沒飯吃 所以陳明通的這個心態 這個還是 王世仙議員你還是不要罵好了 你罵了你又成就他了 我來罵就好了 陳明通的這種心態 就如同我們封信姐講的一樣 何不食肉迷 他過得自己過得好好 他沒有感受到老百姓 到底今天有沒有飯吃 堅哥你看過賴清的哽咽嗎 有 我15年前 有跟他同事過一段時間 在立法院的時候 他當時是我們立法院黨團的幹事長 其實他這個人感情豐富 他說著說著 有時候他很投入的時候 他自然而然就這樣 不過他這個人是牛脾氣 而且一絲不苟 自我要求很高 但我覺得這一次 即便賴清德出來挑戰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他們兩個主帥 賴清德 蔡英文 他們兩個我八個字形容 主帥都是氣定神賢 與善觀金 他們兩個都沒有直接說 動到怎麼樣的干戈 這一點我覺得是很好的典範 與善觀金都出來了 諸葛亮要來了 但是我倒是剛剛美人你的分析 我倒是很訝異 真的 這中共領導人大概跟我一樣 就是那種福隆命格 罵誰 誰就會上來 所以我倒是希望說他繼續罵 甚至共激再來個兩次幾次 讓我們民進黨更團結 讓我們推出最強的組合 蔡賴沛 就是英德沛 讓你最強的組合 你也太自我感覺良好了 中共解放軍是你喊的 不是 不是 可是他來 他就來了 因為他跟我是同樣命格 同樣命格 人家是衝著美國來的 不過我覺得現在的情況很有趣 賴清德為什麼哽咽 你可以想像得到 他背後的壓力有多大 否則的話 我只是講一句說 我絕對不會傷害蔡英文總統 這句話需要哽咽嗎 大家想一想 他這個需要 這個需要感覺到很難過嗎 其實是不需要 這個背後會哽咽就是 很多人指責他傷害了蔡總統 他才需要說 我絕對不會傷害蔡總統 覺得他傷害了花媽吧 每個人的解讀不同 我的意思是他恐怕承受了 很大的壓力 現在我覺得藍營跟綠營裡頭 各有焦慮 很多人說賴清德跟蔡英文是在演戲 我覺得這個是屬於 講說他們兩個在演戲 是屬於藍營的焦慮 綠營的人則是認為說 賴清德最後一定會委屈求全 這個是綠營的主觀期待 其實蔡賴沛只有在一個狀況之下 會出現 就是民調就4月17號 15號到17號的民調 蔡英文贏了賴清德 只有在這種情況之下 才有可能接下來會蔡賴沛 我認為這當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因為我覺得民進黨的壓力 你看光是指責他會傷害蔡英文總統 那麼賴清德就要哽咽了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壓力會大到 最後賴清德接受的可能性是有的 問題就是蔡英文能不能在民調當中 初選當中贏過賴清德 我們之前所有看的民調 其實賴清德都遙遙領先 可是其實現在都真的是拉近了 我這邊看我觀察這一段期間 就你只是觀察蔡英文跟賴清德的話 其實蔡英文比賴清德會選舉 比較知道節奏 我覺得賴清德現在反而 陷在自己的台獨工作者的說法 進進退退 進進退退 還有他到底對蔡英文總統 有沒有誠信進進退退 進進退退 他反而深陷了這個年 然後就消耗了自己 所以不是完全沒有可能 雖然之前的差距這麼大 可是如果說再早一點做民調 也許賴清德就可以更高枕無憂 但是如果再晚一點做民調 我覺得蔡英文的機率是有的 很好買一千塊 收聽縫那個視頻 GG得太過